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他看到一个叫小王的男子经常跟着他 为了甩掉小王 女主甚至冒着危险还闯了红灯 第二天女主再一次碰到小王的时候 小王对女主说 因为女主的样子和自己的侄女小美长得很像 而小美在一年前已经死了 几天之后又是老母亲的大寿 为了让老母亲高兴 所以打算让女主假扮一下小美 让老人家高兴一些 而女主为了让自己心安 于是答应了小王的要求 女主就来到了小王的家里 认识了小王的女朋友小丽 还有叔叔婶婶 最后专门去拜访了奶奶 之后她就被安排在了小美的房间 女主虽然不愿意 可还是住了进去 毕竟要嗑随主便 在第二天奶奶大寿的时候 女主直接给奶奶加了一块肉 可是没想到奶奶吃了后 直接吐血了 然后一家人赶紧把奶奶带回了房间 只留下女主一个人猛逼的站在那里 女主回到房间之后洗了一个澡 在打开衣柜的时候 竟然看到里面有一个小鬼 但转眼间就不见了 女主非常害怕的看着自己的房间 这房间也太吓人了 女主本来想在吃饭的时候 为昨天的事情道歉 谁知道一家人谁也不说话 女主尴尬的也没有说话 就这样一家人在这诡异的气氛中 吃完了饭 随后女主找到了小王 表示自己不想要在这里待下去了 因为自己竟然看到了鬼魂 可是小王认为这是女主在胡思乱想 只想让女主为了奶奶留下来 就在女主准备回答的时候 奶奶又突然发病涂血 小王听了后赶紧跑了过去 赶紧给奶奶输液 随后奶奶单独把女主留了下来 并且把遗嘱交给了女主 女主非常的感动 都感动的哭了 之后小王和女主在湖边坐着 随后在聊天的时候 她了解到原来小美在很小的时候出了意外 父母弟弟也出事了 之后小美就死在了眼前这个湖中 女主也替小美难过 女主伤心的时候 小王看着女主的样子 直接把一瓶药递给了女主 还说这是一种安神的药物 可是女主还是有点怀疑的 毕竟这对于自己来说是陌生人 也不能轻易的相信 而且这个房间里到处透露着诡异 竟然还有鬼 当天晚上女主回到房间的时候 在窗户外面似乎看到了小美 然后她赶紧跑着追去 没有找到小美 却找到了小美死去家人的鬼魂 女主可被她们给吓着了 然后又在奶奶的房间里发现了鬼 这让女主更加害怕了 然后小丽让小美吃点安神的药物 可小美知道这根本不是安神的药物 所以她当着小丽的面 就把药吃了下去 其实她是把药藏了起来 之后发现了一家人伤害小美的秘密 女主认为这是自己和小美通灵 才得知的真相 或许自己就是小美 这个时候女主看到镜子里的自己 瞬间想要逃离这个地方 但是中途却又被自己的婶婶给撞伤了 又被带回了房间 女主感觉既然自己走不掉 那干脆直接待在这里 寻找一些有关小美的线索 女主通过观看小美的微博 似乎感觉这个女孩太可怜了 看到这一家人这么狠心的对待女孩 自己真的想要做些什么来报复她们 于是到了晚上 她直接把自己当做是小美 利用小美弟弟的校服滴血通灵 并且发誓会为她们报仇 而且拉起了小美曾经最喜欢的小提琴 小提琴的声音传到了一家人的耳朵里 对于一家人而言 这声音太让人害怕了 第二天女主出现 先把奶奶弄死了 小王本来打算把女主送走 可是中间女主竟然撒了坡 直接导致车撞在了石头上 小王被撞晕了 而女主则回了房子 把身体已经吓得贪软的一家人 绑到了柴房 大概是因为几个人吃的饭里 被女主下了药 就在女主打算正准备做些什么的时候 小王竟然回来了 然后就把所有的事情都说了出来 原来小王是女主的精神医生 而且并不是一家人想要害死小美 而是小美自己本身有被害妄想症 认为是一家人想要害死自己 因为刚开始没有及时接受治疗 所以女主的被害妄想症 就变成了加害妄想症 女主听了这个解释之后 并不认同 直接大打出手 而这个时候 其他人一起上来阻止了小美 小美看到一家人竟然这么做 害怕的跑了 可是这一家人并不想这么放过小美 然后赶紧追了出去 但是追到湖边的时候 就没有看到小美 第二天他们让警察打捞 竟然什么也没有发现 难道小美就这么消失了吗 画面一转和小美长得一样的短发女孩 出现在了卫生间 看来她改变了自己的名字 直接抛弃了自己以前的生活 至于她想要过成什么样子 这就是她自己的选择了 好的 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